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fie Chen 拍攝的一期9月19日 今天先來跟大家播出一段片段 我們去片 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fie Chen 我是全國青聯委員 工聯會社區主任 亦是一名KOL 全國青聯在9月16日公布《慰港八條》 內容非常全面的涵蓋青年學業 就業 創業 作為香港年輕人 看到《慰港八條》的公布 心情激動 同樣感動 過往中央推出的《慰港政策》 以營商和專業界別為主 而今次是第一次以香港年輕人作為主要的受惠對象 充分體現祖國對香港年輕人的關懷關愛 《慰港八條》是我們香港年輕人融入祖國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 年輕人既可以一展所長 亦可以投身國家建設發展 《慰港八條》當中 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 就提供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實習機會 可以近距離讓我們香港年輕人了解到 我們中央和國家行政如何好 如何能夠做到 我希望可以運用好我的線上線下接觸年輕人的渠道 協助宣廣慰港八條的內容和好處 少年強則國強 國家強 少年更強 我們香港年輕人都是國家發展的持份者 非常感謝大灣區之星的轉播 大灣區之星是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也就是央視 央視旗下用粵語的國家級電台 覆蓋我們粵港澳 非常榮幸獲得大灣區之星轉播 我有關全國青年聯合會《慰港八條》的分享 我非常推薦大家留意大灣區之星 我也一再和大家推介中央首次以青少年 作為主要受惠對象的《慰港八條》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更詳盡的資料 就可以去我陳寧欣日常Jofie Daily 看直播 除了想大家關注全國青聯出台的《慰港八條》之外 我也想大家關注今天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 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場選舉 是源自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選舉 也都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意義所在 未看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我昨天的影片 為了可以令選舉順利進行 警方今天都嚴謹部署 我在我的社交平台Facebook 也分享了警隊的帖文 真的辛苦了警隊 大家如果有Facebook的帖文 都可以去讚好一下我們的警隊 非常專業 可以為警隊打打氣 雖然警隊很努力為我們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不過警隊被黃會講成是多餘的 我都會和大家在這條影片反駁一下 今天選委會的票站也有黃人去衝擊 不是黃精軍 不是被洗腦的青年 而是示威常客黃婆 黃婆究竟搞什麼 有什麼目的呢 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雖然職工盟昨天發出採訪通知 今天下午3點就會開記者會 職工盟主席黃乃元由之前承認會解散 到昨天終於確認已經啟動了相關程序 想著可以開記者會駁到一些版位 誰知道都是黃婆最搶 搶了風頭 今天開記者會的職工盟 又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要宣布呢 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最後想和大家講一下 有西媒踢爆美國特工和外交官 集體幻想不治之症 西媒想怎樣屈下去我們國家 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在開始前大家幾月訂閱我 昨天在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聽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旺媒和攬緝系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我的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如果想支持我的 更加可以配合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最看陳永恩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意論證 洗蜜鏡 今天早上9點多在會展中 有黃婆之稱的示威上客黃鳳堯 戴著印有港英圖案的口罩 披著英國國旗去到現場 她手上舉了一張白紙 她進去會展走上了電梯 繞釀了一輪 其後被工作人員帶回到出入口的位置 黃婆看到有這麼多記者拍著她 她說自己是香港人 但沒辦法可以進去票站投票 黃婆被現場的保安要求離開 黃婆的策略非常奏效 成功可以被她搏到板面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如果黃婆真的想投票的話 就應該先看看自己是否合資格選民 其實不是不讓黃婆投票 但如果黃婆明明沒有票 偏偏要供她說要投票的話 就不管你是什麼人都好 你都不能夠在現場投票 黃婆不知道這個道理 可能因為她在2019年 真的戴著一個黑口罩 這樣一身的裝扮 去到每個票站都會被她投 不是選民都照樣被她投票 還可以投N次 所以黃婆現在看到會展 被人發現不是選民沒得投票 就有點不太習慣 這樣也是明白的 其實黃婆如果真的想去投票 又怎會預先準備了張紙 站在門口扔 根本就是在搏微光燈 不是真的想去投票 而且不單是搏微光燈 更是搏拉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一看到黃婆 我當時的心就在想 又是你黃婆 為什麼黃婆不是在操監 因為有這個疑問 所以我也上網搜集了資料 發現原來早前 因為普通襲擊罪成 判監一個月的黃婆 在上個月放監之後 發現原來黃婆在今個月初已經放監出來 之前因為普通襲擊罪成 要判囚一個月 在上個月放監之後 又因為在今年的2月在將軍澳阻差辦公 所以在8月20日再上庭 雖然控方不反對黃婆保釋 但黃婆上到庭 竟然黑頭法官可以給她即時還押 而主任裁判官前例 就認為因為案件比較輕微 所以就准黃婆以500元保釋 但黃婆看到手足對她這麼好 都不靈情 竟然說連500元都給不起 因為給不到500元保釋金 所以黃婆得償所願 可以成功還押 真是很不容易 讓我們香港可以有片刻的安寧 終於黃婆還押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就放出來 黃婆放監無奈 就看到她已經寂寞難耐 就要出來抱頭 黃婆今次放出來 也有跟黃媒獨立媒體素心聲 就說希望可以判終身監禁 所以就四圍去勒著火頭 連之前周幸彤要還押 黃婆原來也有去現場 當然啦 因為上次是周幸彤 而今次是選舉委員會選舉 所以很明顯可以搶多些版面 比黃婆得償所願可以見報 黃婆當時跟讀媒說 她接下來也預料自己會終身監禁 不過黃婆就說 就算她終身監禁也不會很久 因為她透露自己 連半條人命都沒有 黃婆說自己的身體有不少毛病 幾乎每一個器官都有問題 我就覺得黃婆什麼器官有問題 都不及她腦有問題那麼大問題 見到黃婆這樣 我就覺得黃人十分悲哀 見到他們人生無寄託 生無可戀 經常想可以判囚終身 大家如果想了解黃婆的成長歷程 和她的背景 都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都可以很詳盡地和大家介紹 我就覺得黃婆是很經典 很典型被利用的黃人 她空虛寂寞動 在黑暴當中就找到掌聲 黑暴時期就最喜歡用這些 阿婆 孕婦 學生 記者 叫她們走出來去妨礙警方執法 現在還有黃婆這些黃人出來搞搞震 證明黃人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警方都要高度戒備 一哥蕭澤儀形容今次選舉是重大任務 所以昨天也有透露會部署五千至六千警力 去參與保安工作 亦都說到警方有充足的部署和充分的監察 去確保我們今次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選舉 是在公平公正和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不過一哥這麼周全的安排 竟然成為黃媒西人的攻擊點 今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 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都有見記者 竟然都不約而同地被問到 今天警隊的部署是否有必要 如果發生事的話 這名的記者會不會問責警隊 會不會問警隊為何不部署多些警力呢 在黃記者的眼中 警隊真的怎樣做都是錯的 我留意到黃媒西人都很一致的 好像收了命令 就用了這個角度去攻擊警隊 大家可以看看RFI和RFA這兩個西媒 一個標題說警力多於選民 一個說警隊很大陣仗 兩個媒體都這麼一致 大家說他們背後沒有人指揮都不相信 說沒有西人在背後指揮職公盟 相信都沒有人會相信 今天下午三點鐘職公盟開記者會 職公盟交代啟動解散程序的事 也說了他不認同有些媒體 甚至乎點名說到大公報 對職公盟的政治定性 又說有些成員感受到如果繼續運作下去 就會對他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考慮到風險和代價 經過仔細的商討之後 職公盟主席黃乃元宣佈 星期四晚的執委會上 通過啟動職公盟解散的機制 之後就會將議案交到會員大會討論和表決 不過根據職公盟的章程規定 他們的會員大會必須有全體過半數代表出席 而且得到五分之四的會員 以不記名的方式投票贊成 才可以正式通過解散 那說全體過半數代表出席 和五分之四的成員贊成 對現時的職公盟來說 可能都會有點難度 不知道會不會可以順利解散得到 要知道連職公盟執委會成員都已經全部理任 不計坐牢的李卓人現在只剩下三個人 就是黃乃元 鄧堅華和鍾重輝 黃乃元說已經向屬會發出通告 在下個月的三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職公盟主席黃乃元宣布 之後所有的一些法律諮詢和一些捐款都會停止 亦不會再跟進個案 這些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而在記者會上面 我特別想和大家指出的就是 職公盟的主席黃乃元 特別有多謝到李卓人和余慧明 真是多得李卓人經常待著 還有余慧明去年這麼努力地搞黑衣護罷工 真是多得他們不少 但是這麼公然地多謝他 那大家說職公盟的主席黃乃元有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雖然職公盟宣布解散 但也要留意這個是不是職公盟化整為零 重新部署反撲的一步 所以指導第一 可以這麼公然地 還要多謝兩名的黑暴搞手李卓人和余慧明 可以見到挑機未龍 第二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選舉 職公盟特意撞期 選擇今天9月19號選委會選舉去開記者會 可以說是兩道挑機 第三 在這個記者會上職公盟剩下的執位 他們說的話都顯示出他們是死心不惜的 職公盟主席黃乃元在記者會上 都有公然地承認和美國勞聯產聯旗下的團結中心合作 說到明就是收西人錢 黃乃元說收西人錢和他們合作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而且黃乃元還說罷工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保障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又說收了錢都收了30年 一直以來都相安無事 但現在就有事了 就說是作為非建制工會背負的原罪 既然黃乃元不是不齒下文是無齒下文 我就回答他了 基本法的確賦予罷工的權利 但就是為勞工權益罷工 而不是好像職公盟在去年年初 以罷工去威逼政府封關達到政治目的 而且為什麼過去職公盟收錢收了30年都沒事 因為過去30年我們都沒有港區國安法 他們這群反中亂港的分子可以肆無忌憚地收西人錢去反中亂港 但今時今日的香港 不好意思了 你不能夠再這樣做 其實如果職公盟堅持自己沒問題的話 實在不用急著要解散 總幹事也不用急著走 可以見到職公盟這樣做都是自相矛盾 人格分裂 西人代理人患有人格分裂也不奇怪 因為西人其實也有很多病 BBC有一則深度報道 說有一種襲擊美國外交官和特工的神秘疾病 叫做赫艾娜綜合症 病症是往往由發現一種很難以形容的聲音開始 BBC形容這個聲音就是翁翁聲 好像金屬磨擦的聲音 還有刺耳的尖叫聲 它說患者會感受到整個頭好像被強力擠壓 聽不到聲音的人都會感覺到有灼熱和壓力 BBC就說得過這個綜合症的人 在幾個月時間內都會感覺到頭暈和疲倦 BBC還配了一些圖 說得刺層 但我也想跟大家指出 BBC這個深度報道 全個報道裡面一張照片都沒有 只有卡通 非常好笑 我覺得有點兒戲 雖然BBC引述了很多受訪者說得患了這個 哈艾娜綜合症有什麼病症 又有什麼專家去分析 但也沒有照片 只有卡通 這個哈艾娜綜合症在2016年首次在古巴出現 而第一批病患者全部都是中情局官員 意味著這個病例是必須保密不能公開的 但消息總是傳出來 而且更加說到這個病是會傳染的 因為這26名的中情局特工和他們的家屬 都有各種各樣的病症 有小套消息說有中情局人員 認為這些患病者是傻了 腦子也是有問題的 我不確定腦子有問題 是否跟哈艾娜綜合症有關 還是本身就有了 BBC說自2016年在古巴發生了案例之後 這個哈艾娜綜合症在世界各地出現 對美國的海外行動造成實實在在的影響 雖然BBC說得言之作作 但BBC另一方面也說得 要找出確鑿的證據一直都有難度 有些人認為這個哈艾娜綜合症是一種心理疾病 另外也有陰謀論的人說 哈艾娜綜合症是一種秘密武器 而BBC整個報道傾向相信豪姐 因為BBC說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 微波就是哈艾娜綜合症的罪魁禍首 BBC引述一名聲稱伊利諾伊大學的教授 叫做詹士林 James Lin 就說看到有關哈艾娜綜合症的一些報道 就說他立即懷疑是微波造成的 而他的判斷不單是來自這麼多年來的理論研究 而且也是基於他的第一手經驗 這一名的教授就說他幾十年前都曾經已聽過有這種聲音 林教授就說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城鎮 一個科學研究中心看過蘇聯用了這個方法 林教授就回憶說他是一個非常精密設備非常完善的實驗室 就說到用微波的實驗就可以追溯到二戰後冷戰時期 BBC就形容位於莫斯科十層樓高的微國大使館 籠罩著大家看不到的低能來微波 而這些微波就被叫做莫斯科訊號 就說到好像蘇聯的生化武器一樣 大家可不覺得似曾相識 就跟武漢病毒一樣 用一個地方名去做標籤 然後就說到在2017年12月 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在俄羅斯也得過這個病 之後當然就不用我講了 大家都猜到 怎麼少得我們國家 BBC就說在2018年初 美國廣州領事館也確診過哈艾拿綜合症 然後BBC又懶有權威 又說引述了美國國防部顧問 喬治頓大學的精神學和生物化學教授 詹姆士喬達洛 不知道為什麼又是叫詹姆士 真巧巧 James Giardano 就說這名詹姆被要求去研究最初出現的哈艾拿病例 他就說中國和俄羅斯一直都有從事微波研究 是一種進攻性武器 又拉到我們國家上 即是熟口熟眠 好像肺炎一樣 又說是人為 美國人身不舒服就不是拉地硬 而是拉我們中國 和大家金田欣地分析一下 這個所謂的哈艾拿綜合症 我上網都專門搜查了一下 發現非常有趣 患病者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患病的都是美國人 這個病好像是美國人拿了專利 都沒有報過有其他國家的人患病 而且BBC就說到 發放這個病的國家 古巴俄羅斯和中國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 所以今集就和大家總結一下 王婆很願意坐牢 職工盟就好像吃了誠實豆沙包 直應有收西人錢 以及美國的特工被陰波公強攻 我只能夠說 醜人多八怪 黃人西人多怪病 我就覺得現在西人黃人的反中抗中情緒 已經好笑得好像笑片 即是甚麼都說得出 甚麼都做得出 為了冤枉我們國家 就有這個哈艾娜綜合症 我就覺得如果是作的話 都應該要有些創意 就好像我們的經典電影《家有喜事》 周星馳有個 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 如果西人作過這樣的病 相信就會更容易得到我們正常人的共鳴 畢竟我們都看過家有喜事 這個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的病徵 就是行為沒有邏輯 沒有規律和沒有意義 沒有邏輯就會好像黃婆一樣 經常都運坐牢 沒有規律就會好像職工盟一樣 一時說自己不是西人代理人 一時又認自己又收西人錢 沒有意義就好像BBC的報導 專門報導美特工專有的哈艾娜綜合症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我會否還想抽牌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好 是的 lumière 掃 Band 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